雪碧炒龜條 有沒有想過汽水都可以去煮食 而今天會教大家怎樣用雪碧炒龜條 用雪碧炒龜條這麼新奇? 其實這個煮法是David自己研發的 這位說話音調不太準又很Funny的廚師 其實是一位聽障人士 鬥尖在食物的前端位置 然後向前切 沒錯 慢慢 透過這群人士教他們怎樣切東西 讓他們知道有個概念 入住房其實都不是一件危險的事 讓他們後期和父母多了一個親戚關係 因為我們看到疫情當中 有很多低收家庭的人士 可能失去工作 其實他們怎樣維持家庭的生計 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正正我們就趴著廚磚 這樣可以給他們一餐 因為居住的環境其實不大 可能一煮過就可以煮到所有食物了 不錯 好認真 很用心 很容易煮給我吃 我最期望就是 因為我明白到他們的低層家庭的收入 我能否大眾 別人都可以在家裡輸入 廚師David看來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分別 但其實他一出生 兩隻耳朵就完全聽不到 不過他擅長讀唇和手語 平日跟員工或客人溝通都沒有問題 只是疫情就帶來了一些小麻煩 尤其是現在疫情 我把過去的大廚口才拍到馬里問我 我都很感慨 不好意思麻煩你 不要熱脆的口才 因為我聽不到 其實做了10年餐飲食經驗 有時我們會盡量留意客人 其實第一時間他想要什麼 我們就不足夠他 其實面前 我本身不是做廚房 所以做工從地方清潔和做薄瘡 我的師父現在是一個名主 就大了入行 開始了這個廚房之類 其實每個廚房都不是做工作 就不會說很非俗 即是面對面跟你說 慢慢說 他可能一下子等一等 為何要幫我拿點東西 為何要做什麼 有時我反應比較刺激 那些同事會以為我 不理會他們 即是有這樣的尷尬情報出現 但現在不是 現在他們明白到我聽不到話 他們會照顧我講話 我站在一個位置 他們聽不到話 他會聽到我側面 跟我聊天 今年老闆就邀請了他加入廚磚 不僅是做廚師 還進身餐廳的管理層 我現在要欠負大概幾十位學員 他們都有不同程度的陳章 有些是自閉性 輕易度之章 其實他們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他們會互相幫忙 其實我老實說 我被二線開進去 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